那我这个道友呢 就是白莲这个教啊 他的后裔 现在不这么教了 但是他们行里都是明白 师父教他一跪 就是十年二十年 到目前还没有出世 他只要不点头 这就出来 那跪什么呢 练功啊 要跪坟地 而且是那种 没有家主的孤魂约鬼 因为别人他也不让你老跪嘛 然后练这种阴功啊 说实在的 很消耗洋人的 但是这种人将来出来 那一定是 能有 能做一些大的事 常年接触这些阴气 那到后来已经跟这个 鬼啊 经常 沟通了 那他的朋友 周边没有人嘛 只有这么多鬼 然后呢 就有一些故事 我们简单说一说 毕竟不是自己身上发生的 有些呢 心也好 不心也好 首先说这种 不建议大家 这样修 这种都是练的阴功 对洋人是不太好的 他那个面相啊 已经 二三十岁的人 那么就像 六七十岁 曾经我们这个周文呢 一看了 简直是很可怜 但是说话声音还是年轻的样子 那个心呢 心态还是那个样子 很讲义气 但是这种人 往往还是都比较狠 比较邪 所以大家也要 这个这个 就是 今儿远之 但是我 了解这个 我们就能走好朋友 什么人 三十九六 你看你能不能 有缘分 或者是 适合接触吧 那么他就说呢 这个 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啊 就下面 那告诉你这个 地下十八层啊 掌管的是谁呢 我们看过封神堡 那个黄飞虎 大将军 那个这个 封侯啊 江湘 那么 他 就是主管 十八层的 这个人 有人说 现在又有十九层啊 什么的 那是 地三王菩萨 他单设的一个 修行人的 当然也更多 信他教的 这么一个地狱 他的威望很大 但是 常态下的 这个 常古理事 他是 红飞虎 就管这一共十八层 然后呢 这个 鬼道啊 他 一般人 我们知道是鬼啊 飘来飘去 鬼精灵 当然鬼很聪明 但是 这个 也分 也有好坏嘛 哪都有好坏 他们 这个 就感觉好像人 去后啊 那段阶段 中阴身 就像鬼一样 他有很多的这种 神通 术法 那不好意思 讲法术了 这词 好像也不想说 然后 就是 他们 穿的一身呢 往往也都是 素服啊 白衣啊 红衣呢 就叫利鬼 那比较凶了 他有 走之前 有很强的执着性 甚至 几十年 百年 那千年呢 那当行就更深了 那 那很执着一个人 他要复仇 甚至三世 三个轮回 都要 找你来报 这种鬼故事 我们 这个 看到的 听到的 也太多了 但是看到 这个 这个亲眼看到的 就不多了 嗯 他就是 这个缘分 经常能看到呢 就是没有 脚 啊 就那样 漂 但实际上呢 下面是模糊的 刀黄高的人呢 他像他师傅 就能看到 而且还有很多的这种 法术 很厉害 杯子都能把它捏化了 你想